大家好,我是Stan 2020年11月出道后 持续收到很高人气的女团Stacey 去年11月也在日本正式出道了 而在日本发表的出道曲Pubbie 这是一周有着非常可爱舞蹈的歌曲 也被韩国很多网友们称赞 Pubbie是继Ace of Run 2U之后 最具有Stacey颜色的歌曲 所以粉丝们认为 这首歌只是在部分论坛以及Challenge短影片流行 没有韩文版本 不能让更多人认识这首歌 真的是太可惜了 但是在发表这首歌经过两个多月的现在 韩国音源网站上这首歌的名字 突然发生了变化 这首歌的名字在Spotify Mellon, Box, Apple 从Pubbie变成了Pubbie Japanese Version 第一个发现到这个变化的粉丝表示 这应该就是所属公司在网上发现到 粉丝们热烈的反应后 准备要发表韩文版本的操作吧 然后没过多久 媒体就报道了Stacey会在2月份回归的消息 所以目前很多韩国粉丝们都期待 就算不是主打歌Pubbie的韩文版本 应该也会收录在这次的回归专辑里 搜索公司很会工作 竟然会有Pubbie的韩文版本 先发表日文版本后再发表韩文版本的话 大部分都不是主打歌 希望这次Stacey能大发后 也能用后续取Pubbie活动 Stacey要拿一位 Stacey要拿一位 下个消息是 根据韩联社报道 在韩国全北地区的一个化妆品商店 闯进了一个强盗 当时刚上了一趟厕所的女职员李某 发现都正在柜台拿取现金的一个男生后 李某马上跑到柜台 一手抓住手握着现金的男性强盗 同时用另一只手打电话报警了 在这过程中 男性用手捏住李某的脖子 用嘴咬她等强力的反抗了 但是李某用双手抓住强盗的脖子手臂 甚至还用脚将她扳倒在地上后压制了她 但是最后在李某报警的时候 让强盗给偷走了 不过李某没有放弃 继续一边追着强盗后 一边将情况告诉了警方 最终警方在公车站逮捕了这个强盗 以强盗伤害嫌疑拘捕了她 而警方决定将要颁发感谢状给这位勇敢的女性 所以这位女性到底是谁呢 据了解这位女性是4月开始将要成为 正式消防员的预备消防员 疯了真的太帅了 往前拉的样子真的太帅了 我也要学好 幸好无事 真的太好了也太帅了 难怪所以体力也是那么好吧 真的太棒了太帅了 当时这位女性应该也会很紧张的 真的是太棒了 突然后奇 这位女性跟英善打架的话 谁会赢呢 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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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赢呢 这位女性跟她们最不知高架的